比國安的 所以 今天回來 吹水就吹完了 講一些正經的事情 李家超今天在史眼傳媒寫文 登文 我想登文都不是他自己寫的 他隨口說兩句 然後找些文膽幫他起文 甚至乎 可能是大公報 和他安排了 我就不相信他認識多少 墨水 他起碼沒有國董這麼厲害 Anyway 述職後 回到香港 有大禮送給香港人 跟中央有共識 香港和大陸 會逐步有序 安全穩妥地通關 而且會兼顧兩地的 疫情變化 風險管理 優化制定的方案 在滿足需求和安全 有序的情況下 取得平衡 全部都是廢話 其實最簡單 我們想知道 時間表 路線圖 人數 如果說全面 是不是好像回到 2019年之前 這樣 現在逐步通關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走到這一步 現在說開會 要安排很多個 廣東省、港澳辦、中聯辦 衛健委 這些 這樣打亂很多人的 時間 早一兩個星期 都已經不斷地 吹風 1月3日通關 1月3日 其實是 香港衛視 報出來的 你這樣報出來 其實大陸那邊 都已經傳到 慶合合 香港李家超 應該是做的 就是配合 為何會無端端 現在再做一篇文 說什麼 爭取1月中 然後 像你所說 時間表路線 什麼都不給 他現在這樣說 又說廢話 什麼 現在由亂到智 去到由智及興 關鍵階段 又說會聚焦三方面工作 又會珍惜國家賦予的機會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地位 又說聯通國際和內地 又說吸引人才 說這些是廢話 我現在反而覺得 譚耀宗更適合做特首 譚耀宗跟我們說 那些事情還是 具體一點 他不知道就不知道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 他就會告訴你 我們很難預測 到時會不會還有 零加三的隔離 還有說 內地放寬防疫的措施 比想像中快 比想像中快 就是他掌握主導 不關你的事 你只是有吃殘廢餐 現在香港就是吃殘廢餐 所以你見到 李家超為何說話 這麼開會這麼廢 其實他也是純粹掩飾自己 處於一個被動的地位 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項目就是 預計明年下半年 就可以跟內地全面通關 即是說 李家超跟我們說 爭取在1月中之前 就會啟動逐步通關的程序 我以為1月中 就真的會全面通關 是呀 但是原來 現在 起碼 令到我們不需要這麼害怕 因為 如果下個月中 就說全面通關的話 香港剩下的時間 不是很多 剩下的時間是做些什麼 是觀察大陸的疫情變化 因為大陸的疫情變化 現在是很可怕的 在北京燒屍 天津又燒屍 吉林也正在燒屍 是的 這麼多地方正在燒屍 然後你跟他通關 完全無阻隔地通關 這真是找香港人的命交非 我記得9月的時候 盧寵茂還說 如果你說一步到位 又說盧偉人亡 你不知道 現在做動態清零的總設計師 不是簡單的 說這些話 好像他自己在捉一盆大棋 那樣 年初的時候 又說人家與病毒共存 共富王存 共富王存 到他老婆 都中了招 他老婆去新加坡那邊 參加這個 Fintech Week 是的 我反而覺得 我自己 喂 譚耀宗 大家都是中共走狗 我覺得譚耀宗 至少比李家超還老實 大家都知道 特區政府 其實無論譚耀宗也好 李家超也好 是不是特首也好 都沒有話事權 就是吃殘廢餐 現在李家超吃殘廢餐 就由譚耀宗告訴我們 我們聽的正常 就是 預計明年下半年 就可以和大陸全面通關 但是 這句話是別人問他的 他就說 有些記者問他 什麼時候可以 有些記者問他 01就說 01就說他被問到 下半年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看全面通關 然後他就說 應該可以 又說 現在速度已經在加速 較預期為快 而內地如何放寬 入境檢疫的限制 和首階段的人數限額 這個要關注 因為 不可能 讓大批市民一下子 湧到口岸 或者車站 相信 會增加 現在統合好像關愛隊 人民關懷的名額 因為現在人民關懷 就是健康疫站 即 他自己本身 每天 現在每天 都有 香港 即是 回大陸的名額 設定了 人民關懷也好 健康疫站也好 都有名額 不過現在一二千 一二千 另一個方法 他就說 如果要加大名額 可能用抽籤做配額 但是抽籤怎樣增加的時候 就會商討 又要是 是不是講得仔細一點 是不是證明李家超是快的 另外有些人在說話 陳詠欣那些說 健康疫站 現在就用千來做單位 一定要去到一萬個做單位 好像初期那樣 可不可以增加到五至六萬個 總總跡象顯示 其實就算一月啟動也好 我當最遲一月中啟動也好 其實都是會有個限額在 逐步加上去的 去到 大概現在 譚耀宗估計給我們聽 就是要去到下半年 最快六月 最快六月尾 六月中 最快六月裡面 就可以全面通關 那就是 我想 起碼好消息就在於 就不會說 現在在大陸爆疫的時候 就一下子 完全好像說 無套中出那樣 給人家 在香港 那就是 起碼